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3年7月11号 周二晚上的7点55分 今天的市场是再次上行 罗素第二天领涨 各类成长股也是大爆发 有点情绪上头的意思了 那么昨天讲的 关于纳指的再平衡 今天我补充和更正一个信息 谷歌这只股票是也在榜单上 就是七大科技股 都会受到再平衡的降权的影响 那么指数调整之后 目前根据市场的数据显示 谁的收益最大 或者说获利最大 应该是星巴克 还有这个MDLZ 还有BKNG 还有GILD 吉利德 还有ISRG 然后是ADI 以及ADP 这七只股票的权重会得到提升 所以有七降七涨 好 那么最近市场是在安静的 等待的财报 还有明天的CPI 对于明天的CPI数据 现在又有一个利好 就是关于这个曼海姆的 二手车的价值的指数 是在6月份同比下降了10.3% 连续第10个月的年度下降 那么跌幅也是创下了新高 目前整个的二手车指数 是和2022年1月相比的峰值下降了17% 但是仍比大流行前的水平高出了近40% 那么二手车的价格下降 对于6月份的通胀指标来讲 肯定是一个不错的指标 好 那么咱们再来跟踪一下 关于IDC的个人电脑的数据 因为这一块和包括PC也是息息相关的 和这个半导体很多的公司也是有联系 整个的IDC二季度的个人电脑市场 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的疲软 全球出货量是6160万台 同比下降了13.4% PC市场是连续第六个季度萎缩 但是IDC也指出说本季度的销量是好于预期的 并且和第一季度相比是明显改善 一季度的PC的出货量是同比下降了29%到5690万台 在几个大的销量品牌上 前四的分别是第一个还是联想 联想现在还是个人电脑市场的领导者 在二季度出货是1420万台 占到了23.1%的市场份额 但总出货量是和去年同期下降了18.4% 惠普这边的弹性还是比较不错的 出货量和去年同期相比仅下降0.8%到1340万台 那么在六月份的市场份额是21.8% 这个份额也是不小 只比上面的23.1%小了一点点 而且IDC还指出说整个惠普目前的库存 去库存是已经接近尾声 现在已经终于是接近了一个正常水平 所以通过这一点咱们能看出来 或许在二季度的个人电脑的PC下滑方面 应该是逐步的可能会触底 到了三季度四季度到明年可能会逐步好转 对于整个的半导体行业来讲 肯定也是一个大的利好 那么戴尔的出货量是和去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22%到了1030万台 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是苹果的电脑 那么本季度销量是增长10.3% 达到530万台 这个是与华尔街预期基本是一致的 所以苹果这边看起来业绩上 还是相对比较不错 还有一个别人都在下降 它还在逆势增长 那么昨天我是谈到了关于 整个三季度的通胀 由于这个基数的效应 给大家做了一个前瞻性的预告 告诉大家有可能整个的通胀 在7月份和整个的三季度 可能会卷土重来 因为它计算的方法是到了7月份的年化 会剔除掉去年的6月份 而去年的6月份又是一个通胀的峰值 所以峰值它下降的话肯定下降的多 去掉那个峰值之后 它的基数值变低了 它从低的基数再往下降更多 就比较难 有可能会在7月和2季度重回一个增长 那么整体上 我在最近又去仔细研究了一下 关于债券的相关的各类 相关产品的走势 我发现整个的债券市场 它是从6月底 就是已经开始在计价 这个通胀 有可能会继续走高 那么目前10年期的年轻的通胀预期 已经从6月底的2.18% 升到了2.27%左右 而且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是从6月底的3.7%上升到现在的接近4%左右 目前是比通胀预期还要高出1.75个百分点 而且是高于6月底的约1.53个百分点的 还有就是债券收益率和通胀预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个迹象是一个很明显的债券交易员认为通胀预期可能会继续走高 这个是压住通胀预期上升的一个标志 所以这个趋势是从6月底开始就已经在发生变化的 另外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衡量债券波动的指数Move 这个指数是从7月6号我们看到出现过一次比较大的标升 那么在最近也是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一个月的高位 代表债券市场的资金它是在搞一些动作的 因为这个债券市场我们知道波动性其实通常较小 突然间的这些暴升都是不太正常的 所以这一块还是处于一个高位 大家也得注意 那么现在的债券和股市 我个人还是认为这两个里边肯定有一个在说谎 或者换个角度去理解 就是必须有一个出现调整 要么是10年期国债收益率它要往下去跌 要么就是股市往下去跌 这两个里边肯定有一个要调整 因为目前标普500的前瞻市盈率 咱们讲过是在19倍多一些 那么如果把它的导数翻转过来 相当于是5.2%的一个指数收益率 这个只比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高出约1.2个百分点 对于股票来讲 这是一个低于正常的风险溢价的水平 正常来讲导数的指数收益率应该是高于 国债收益率大概是3%到4% 它要获得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风险补偿 才值得继续去买买买 否则从基金这边来讲 基金经理它是不会去追 它只能使用一些被动的策略慢慢的去跟 好 那么所以在股市最近的财报季 大家看到现在其实马上上方的4458 离得也不远 突破4500点之后上方就要去到4730 这个区间去做测试 那么现在市场想要必须上涨 那么在下面的两种情况 它至少要出现一种 哪两种呢 第一要么是标普对于整个Q3 还有在2023年的年度前瞻盈利预期必须增长 高于我们说市场对于下半年的展望 要么呢就是加息预期必须要下降 让10年期国债收益率往下去走 包括通胀下降的速度也要足够快才行 当然我们说这两种如果同时满足是不是更好呢 那更好那对于股市就是更大的一个利好了 盈利上桥同时呢通胀预期下降 那就是一个大顺风 所以这一次的Q2的财报 我个人对它的一个前瞻的想法是 由于市场啊 咱们之前讲过给的标普的盈利预期 EPS非常的低 是一个同比衰退 而且是一个大衰退和训练相比 这个门槛一点都不高 所以我们参照一季度 当时也是给了一个低于市场的一个 给了一个非常低的预期 然后呢在整个一季度 我们看到标普表现的非常的好 大量的股票呢 都是超出了市场给的预期 所以Q2呢会不会顾忌重演 让他们很容易就超过这个门槛 比较难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前瞻呢会怎么去给 因为标普在未来的整个的前瞻 大家市场是这么认为的 Q3的盈利能力会得到改善 同比去年是不再有衰退了 就是衰退 截止到这个二季度彻底就结束了 那么Q4呢会大幅的增长 就是标普的EPS 标普的EPS在Q4现在市场的预计 是7%到8%的一个增速 这是非常乐观的一个前瞻 所以市场在Q2的财报里边 它是不能够给前瞻掉链子的 不掉链子 那么就能接着涨 因为市场是一个比较符合预期 甚至高于市场在三四季度的预期的 那市场当然从业绩上是一个利好 就符合咱们刚才上面说的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好 那么说到这个前瞻呢 关于财报和相关的 我今天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指标 之前我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指标 这个呢就是对于企业财报的公布日期 去进行研究 它实际上是属于金融行为学的范畴了 它呢并不是研究市场的这个盈利呀 或者是经济的基本面 它是通过财报的发布日期来推测 到底确定性高还是确定性不高 这个数据呢是这个Wall Street Horizon 这家公司设计的叫做后期收益报告指数 这个指数呢我们看到最右侧 它给了一个Q3对不对 它是处于2020年第四季度 也就是疫情大流行第一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 那么它为什么这么给呢 现在不才Q2吗 为什么给Q3呢 这个指标呢 它是追踪市值为至少2.5亿美元的公司中 异常盈利日期的变化 它这个中间的横线这个地方是100 那么任何高于100的数据 都表明未来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 就是从业绩本身披露上公司呢 心里本也发毛 然后呢低于100呢 就意味着更大的一个确定性 他们给出的学术报告里是这么说的啊 说这个公司呢 如果将财报发布的日期推迟到比平时更晚的时候 那么就意味着可能有更多的坏消息要到来 那么高管们正在尝试避免不可避免的这个失望 希望他把财报呢 用更多的时间呢 做得更漂亮一点 同样反之来说 如果低于100 代表他们发布日期呢 会比正常的季度要 这个日期呢 要早一些 这通常都意味着比较好的消息 因为确定性更强嘛 那么目前Q2和Q3呢 都是超过了100 Q3的发布时间呢 现在他的统计呢 是大到了155之多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们认为 市场呢 这个高管们 标普的高管们 对于Q3的财报的这个发布日期啊 是尽量想往后放一放啊 包括Q2的这个日期呢 也比正常的稍微的要晚那么一点点 所以呢 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啊 其实这个从个人的心理上 我们也是容易去理解的啊 就是当你需要做更多的 这个美化的时候 对吧 把这个财报更详细的去审议的时候啊 希望造成更小的冲击的时候 用更好的措辞的时候呢 你通常啊 需要更多的时间 所以这个指标呢 由于我是第一次看见啊 我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研究过 他这个指标上面的这些时间 和历史的股价的走势的这个相关性啊 大家呢 做一个参考 因为他的研究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说这个股市啊 短期的波动呢 是由这个看起来 现在将由这个财报季来决定 但是长期的方向 还是由经济周期 还有包括利率周期来决定 那么财报最近这段时间呢 我会密集的在节目里追踪 各个重要公司的这个财报 以及对他们的这个远期的看法 那么今天呢 我还是想详细的谈一下 对于远期的降息啊 就是经济周期和利率 对于股市的影响 市场到底是如何预测 未来的这个降息周期的 我们知道截止到2023年的3月22号 就是上个一季度的底的时候 美联储当时给的23年年底的这个 我们说整个的预期呢 是5.1%的利率峰值 到了24年年底呢 是4.3% 25年年底是3.1%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以及整个核心通胀年性比预期要高 降息的这个力度呢 是压住包括美联储这边也是有所缩小的 鲍威尔最后一次向媒体公开讲话 是在6月14号 当被问及远期利率的时候 他的看法是说啊 2024年年底是4.6% 2025年年底呢 是3.4% 2023年是5.6% 这张图现在展示的 它呢 是把市场上几个主要的 对于在未来三年 以及长期的降息的预期和目标的利率点位 然后呢 做了一个图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边是摩根大通 高盛 还有这个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以及最后第四个是美联储 对于未来几年利率的预测 如果我们综合起来看 你会发现 24年年底市场的预计利率是4.3%到4.9%不等 25年年底是3.1%到3.9%不等 但是 虽然细节有一些差距 但是连续两到三年的降息预期 这个大的方向上 现在看起来呢 市场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分歧 那么根据历史来看 降息之后 到底股市的走势是什么样的呢 它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我提这个问题啊 是因为 其实我在之前的评论区里边 也看到过很多的争议 就是降息 有人说要涨 有人说降息要跌 主要是有的朋友认为呢 因为降息啊 是经济不好了 才需要降息刺激 那么既然经济不好了 股市怎么可能好呢 对吧 所以它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啊 我要解释的是 这里边其实还有个传导性和程度的问题 比如说你说经济不好了 它是有多不好 是衰退啊 还是增长太慢了 这是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而且经济的恶化程度 和企业的盈利能力 它并不是第一时间直接反应的关系 也就是说 并不是说今天我们说宣布GDP衰退了 那么明天EPS就开始衰退了 不是这么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联系关系 中间有一个传导过程 因为企业它有一个挣扎嘛 它还需要一个自我调整过程 它比经济任性度要高一些啊 但是我们还是看一看历史 我们以始为鉴 看一下首次降息之后 股市的回报到底如何 我们可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认识哈 其实从1945年以来的多次降息周期中 首次降息后12个月 标普500指数的平均回报率是16.88% 首次降息后12个月 标普有77%的交易时间都是在上涨的 降息后三年的总回报率平均是45.84% 降息后五年的总回报率平均是120.33% 这是对于一个大面积来看 那么现在展示的这张图呢 它是显示了从1990年以后啊 就是90年代后的降息周期的表现 它为什么要从90年代开始看呢 为什么不看90年代之前呢 因为90年代开始啊 很多的科技股市初见雏形 像什么雅虎啊 思科那个时候都是陆续上市了 所以科技股对于整体标普的贡献度 是显著增加的 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 现代的以科技股为主的股市结构比较类似啊 所以呢 我们拿出来做一个比较 那么在90年代后的降息周期中 它们的表现如何呢 这张表格从下往上看 最下面的是1995年的7月 这是第一次降息 降息后12个月 那么标普的这个回报是22% 降息后24个月 那么标普的回报是63.51% 当时一共是总降息是降了75个基点 那么在整个降息 在1998年之后呢 是12个月是涨了30.93% 24个月涨了44.21% 然后是到了这个2001年的1月的这个降息周期 那么在12个月是下跌15.51% 然后24个月是下跌33.75% 这一次一共降了475个基点 那么这一次呢 是2000年是互联网泡沫时期 然后是2002年的11月 你看后面的12个月和24个月 其实都是一个增长的过程 然后到了2007年的降息 那一年2008年次贷危机嘛 然后呢 就导致市场在12个月呢 是下跌14.3 24个月下跌29.98 总共降息325个基点 然后现在比较近的 是08年对吧 08年2019年这几次 你可以看一下 市场后来的降息预期上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有77%的时间 从历史来看 降息之后是上涨的时间 而且呢 总体是一个正回报 所以呢 这就是对于整体 我们说市场降息的一个影响 那么降息我的结论是 对于以美股 现在以科技股 还有成长股的核心结构来讲 它的利好肯定是多于利空的 因为更低的利率 对吧 意味着更高的DCF的估值 更便宜的融资 还有更少的债务负担 那么对于一些 依赖经济周期性的价值类的股票 对他们来讲 利率其实反应没那么敏感 他们更多还是要看经济的健康程度 对吧 看全球的大的经济周期如何 所以现在由于美股本身 科技股的权重就比较大 所以我认为降息总体 对于市场来讲是一个大利好 所以对于远期降息之后 股市在未来三年 是一个大的降息预期 总体上我认为 未来三年的方向 肯定还是一个牛市上行 我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细节上无非就是幅度问题 就是能长多少的问题 以及在什么地方进场 对自己较为有利可图的问题 这个就属于细节操作了 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看法 那么对于长期远期 看指数上行的朋友 指头指数不买别的朋友 那么未来几年 到了降息周期 其实你也不用害怕太多 你该持有继续持有 对吧 你该定投继续定投 你该逢低 该加仓 你继续加仓就完了 这个就很简单 长期看法就是这样 短期看法 我是在等一些适度的回调 买到更多便宜的股票 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尝识 好 其实昨天是讲到了 关于Riven的载空 其实从大盘的表现上 就是从现在的情况上看 虽然大盘并不是在载空 但是空投的回补的帮助 是不少的 我记得我在6月初的时候 讲过关于标普的一个数据 就是标普的期货 指数期货中 它的空投投寸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6月初的时候 当时投机性标普的指数期货的空投投寸 持有43万4200份的净空投投寸合约 但是现在发生改变了 在6月结束之后 这些净空投投寸减少了一半以上 目前只有20万7200份的合约 这个合约数量是市场自2022年1月开始下跌以来的一个正常水平 所以市场的连续上涨 这些空投回补 它们也是功不可没的 那么最近市场的波动比较缓慢 和投机性的指数性的空投的仓位 回到正常水平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和大家讲解的关于市场 现在一些基本面还有数据的一些看法 最近的市场的波动 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相对比较缓慢的 除了成章股这边是比较上头和之前的大涨 就是前几年的那种情况比较类似之外 其他的股票相对来讲保现的就比较的稳定了 但总的来说 由于指数上我们看到 从罗素的上涨连续两天的上涨 能发现整个市场的上涨的广泛性 已经要比之前好很多了 最近的大的权重基本上是没怎么动 这个也符合我们之前讲的 我们说大权重要么它就横盘 要么它下跌 把肉涨到其他的板块上去 但现在看起来 大科技还在选择以横盘来对抗 那么咱们就看看财报季 看一看明天的CPI 到底会给市场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方位就这个点位上 还是那句话 一步步的看 暂时不要看太多 也不要看太空 4500点突破 你就可以上看4650到4700 30块了 跌破4325 才能够下看4100到4250 那么更深的跌幅 跌破3800点 我觉得暂时在这一轮的希望 可能就比较的低了 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